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2月28日 今天的海外七谈节目 想来谈谈北京 北京我们知道现在是皇城脚下 习近平非常重视防疫工作 这里也包括他本身 这个思想性格 就比较懦弱 既不敢去武汉的一些思杀 也不敢在北京平凡的露面 公开场合开开会 有的时候还要搞一个视频连线 可见他对自己的健康 没有信心 那么我们知道 习近平唯一的一次出来 会见老百姓 沉寂了好几天 在北京街头露面之后 和老百姓握手都不敢 而且自己自我解嘲说 特殊时期我就不和你们握手了 这个情节和故事已经成为笑谈了 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非常担心 这个中央国家机关 云记的北京 有很多高干 他们特别的怕死 深怕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不长眼睛 不长耳朵 不长眼睛 这个深入和长驱直入北京 进入中南海就麻烦了 高官们都怕死 因为他们的过得太舒服了 越是过得舒服的人 手里越有权的人 越怕死 因为你想他每天 你想法昊施令 过着穷舌疾欲的生活 非常留恋 腐败的待遇 所以说 一再下令 北京要 严防 他就把这个任务 交给了自己的嫡妻蔡奇 没有想到蔡奇是菜鸟 其实菜鸟在上一次几年前 搞的这个驱逐低端人口运动当中 就显示出自己的这个草包的本质 但是习近平当时没有批评他 这一点外界都是感到有一点奇怪 实际也不奇怪 因为滋江新军的骨干之一就是蔡奇了 蔡奇当时既不是中央委员 也不是后部队 这个三极跳 习近平给了他一个猪肝 一程进了政治局 而且又当了北京市民书记 所以说他回报 这习近平最好的办法 就是拍马屁 又搞这个 这个又又搞这个驱逐低端人口 又搞这个所谓改造天 这个北京的天际线 一些广告牌子拆掉了 造成老北京回到家乡 找不到路 当时也成为笑谈 特别严重的是他给习近平埋下了地雷 也就是说当时那个运动 驱逐低端人口 得罪了一大批中下层的老百姓 外来人口 这些人现在都这个失言 但是不要忘记了 这也是个不稳定的因素 将来在这个条件成熟的时候 就可能给习近平添麻烦了 所以说他给习近平这个闯了大祸 而且还诞生了一个由画家转成公民记者 现在变成了一个流亡在曼谷的 这个海外的异议人士 祖党人士 成立了中华 大中华 民众党 公众党 所以这件事情可见这个蔡奇 对习近平来讲都是负面的 那么现在更多的负面又来了 你看今天看到网络的消息 讲到北京市现在 到2月26号为止 疫情防控的形势严峻 目前这整个北京 确诊的410例 而且死掉了5个人 死了5例 出院子248例 这是官方公布的 但是本人认为这个数字很简单 也有些隐情 不管怎么样 它显示什么呢 这个北京啊 这个不可松懈 特别是这一两天发生的 这个北京 有两个这个突出的特点 一个什么呢 这个蔡奇又遇到了外来人口的麻烦了 这回子什么 外来人口带着病毒回来了 那么根据 这个这一两天 这个北京市啊 这个官毒防控 这个这方面的一个领导干部 叫庞星虎 他搞了个通报会 他讲到什么呢 他说2月3号有一个从河北到北京来打工的人员呢 他是一个确诊病例啊 他把这个病毒啊 带到了北京了 结果造成了他的同事啊 一位姓孙的同志感染 这个姓孙的同志啊 又和其他人有一些聚集性的活动啊 这些聚集活动不外乎是物业公司啊 餐饮公司啊 集体宿舍等等 结果造成了一下子感染了10多人了 目前呢 密切接触的人都有很多啊 所以 这个北京啊 这个防疫防控方面的领导干部认为 这一次是个聚集性的疫情啊 这个蔓延的事件啊 重大事件 这个对蔡奇兰的假设 很很大的一个耳光啊 那么我们知道与此同时又发生了 昨天在视频节目当中也讲到了 湖北武汉的女子监狱 有一位姓黄的女士啊 这个行完春雨之后呢 长车 驾车啊 长驱之路啊 进入了北京 中间这些关卡啊 竟然层层的联访啊 全部啊 这个失职啊 结果造成这个人呢 在2月18日从武汉啊 监狱然后到22号 结果就到开车到了北京啊 驻东城区新义化园啊 7号楼 结果最后在22号也确诊是 新型冠状病毒啊 24号确诊啊 后来被送进医院 这件事情现在网上正在认识 有人猜测 他是黄光玉的这个妹妹啊 这个后来网络辟谣说不是 今天又有一个传说啊 是周永康的儿媳妇啊 这个叫黄瓦 也就是周斌的 大儿子周斌的这个老婆 说他有这个特权 所以说中共高官 给他一录的这个绿灯啊 但是这个消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得到诊识啊 不过昨天在一个节目当中 我也讲到了根据网上的判决数啊 就很可能上述两个身份都不靠谱啊 应该是一个普通的 这个企业的啊 小县城的企业的会计 可出纳 那么究竟他是 如何的能够这样啊 这个层层的联防没有挡住啊 几度北京了 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追究啊 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呢 这件事情很可能会使习近平大动化 因为习近平对这个蔡奇在上一个 这个驱逐低端人口当中 给他制造的麻烦 就采取了暴容的态度啊 那么现在第二次 恐怕习近平心情不会那么好啊 因为不要忘记 这一回把这个病毒 就扩散到了北京 直接危害到了习近 包括习近平在那边 总共的高官的安全啊 他们把自己的命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所以这些事情很可能啊 会使习近平这个暴跳入类 原本习近平现在心情就不好啊 就很不爽啊 因为李克强担任这个防疫力的小组组长之后 习近平在第二天会见谭德赛的时候 这个示威组织总干事 就讲到是他自己的亲自部署 而且前几天的17万人大会 习近平又强调自己亲自部署 那等于说他这个非常的后悔啊 就是说把这个权力给了这个李克强 让他声誉确起 特别李克强又 这个在24号23号 又沈入到了武汉第一线 显示自己这个势力啊 自己不怕死这个特点 这是习近平真的是相性解除 你想他在这个心情下 党内这些反对 包括这个江派的参与势力和这个共青团派的参与势力啊 以及各省市的自治区这些风疆大力 肯定对习近平都是 目前是心里有怨言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蔡奇又没有守住这个大门的 习近平肯定有点后悔啊 过去我给你一个主干 让你一下跳到政治局 结果你如此的汇报过 仅仅是喊几个口号不敢试试 所以肯定是打弄 我估计啊这件事 所以说今天我看海外的网站上 纷纷的报道这个消息啊 那当然有一篇文章 讲到这个武汉这个事情啊 就武汉女子啊 回到北京这个事情啊 说是她和这个2月24号武汉这个 这个解除封城有关 我认为这个肯定是不靠谱的 为什么呢 你看一下时间这个黄女士 她在18号释放 她22号她加速就把她接到北京了 那么这个时间对不上 所以说有些文章也是云山无绕啊 让她看着觉得可笑 但是不管怎么样 蔡奇这一次我相信肯定会受到批评啊 这个上级对领导 对下级的这个重用 提拔和信任都不是有横的 说不定因为你这次闯了大祸 习近平这个不再那么跟你面子了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谈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最后还要感谢那些 无私的为这个节目奉献啊 这个做出一些赞助的朋友们 这一点对我特别重要啊 因为有了一些赞助之后呢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工作了啊 不需要为这个 这个平常的这些物质生活啊 受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虽然有些朋友这个赞助的金额很少 但是组合起来啊 足够本人就是吃个面包啊 所以这一点就非常非常感谢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谈节目就结束了 再见